香港我們現在有一宗傳入的個案 其實某程度上是預期之內 所以它特別是在檢疫酒店的時候找到出來 如果就著這個個案 就對於社區的風險是未負面 你在機場或者檢疫酒店 就算有接待過它、安排過它入住、採養 這些人、醫護人員的風險都是很小的 但是這個疫苗在香港首先我們風險低 所以我們處理方法跟歐美的風險高會有所不同 其次買到MVA的疫苗的數量應該是不多的 所以我估計就視乎拿到的量 優先應該就是如果你有個案 就找到一些緊密接觸者 就幫這些緊密接觸者 去做疫苗接種 其次就是有一部分 它可能是藍藍的性行為的人士 它本身是有一些高風險性接觸的 這些人士就在自然的情況下 就可以開放給他們接種 但這個要看疫苗的數量 一般成年的市民大眾 兒童這些不需要擔心 也不需要接種 藍藍的風險 跟傘藍的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